啊,我出来了 空气太好太好 看现在蓝天白雨 我周围有很多这种房子 这辈子已经要拆迁 都是要拆迁的房子 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路 有很多空房子 像这种房子 都是曾经有人住的 进去看看吧 自行车就停在这边 小房子去看看吧 当然现在即使没有人 也不能随便 随便闯入吧 好紧张啊 好紧张 有一个凳子 啊 这是一个 剩下两层的房屋 啊 啊,还叫哪儿 应该没有人住了 现在 那边居然有人用弹弓 打碎了玻璃 你好,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吧 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吧 我是路过 哇,这还有地下室啊 啊 啊,这个像是一个 小洋台 小洋台一样的地方 啊,已经很久没有人了 这边 那我上去了 这边是水池 哎呀 这是烧炕的地方 烧火炕 烧火炕都是从这边烧火 哇哇哇 哇,吓死我了 烧火炕的话 都是 这边 这是一个厨房 然后厨房中间有个 玻璃 防止烟雾进入我们的 主卧 哇,这 这房子 挺好的 挺好的 可惜现在没有人住了 东西都已经搬走了 墙都已经裂了 墙都已经裂了 其实房子它也是有生命的 如果你没有 不用时间去打理的话 这个房子它也会 失去生命了 有点可惜啊 真的很想把这边弄得干净一点 哇 现在没有人打理了 还有一个挂立 2008年 一个大窗户 看一下风景吧 打倒了 打倒了 啊,这边 好空旷啊 正好,正好 这边探索完了 挺可惜的 唉,那我回去了 走吧 我回去了,我回去了 参观完了 参观完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总体感觉这个房屋 有温馨的感觉 没有那种刺骨 毛骨死男的那种感觉 唉,不过这房子还是 故事的 有地下的 下面还有一间房 房屋 唉,好的 走了 走了 走吧 哈哈 好吧好吧 刺激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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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